大家好,我是Winsome,是一個法醫人類學家 今次想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我們如果在身處的空間或身處的社區 看到屍體或者接觸到死亡的話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在接觸屍體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機會不經意地 將自己身體上的一些東西傳了進去 或者放進屍體上 這些東西可能是你未必會遺疑的 但就是剛巧在你移動那一下就掉進去 可以是一些衣物纖維 可以是你移動就把你已經脫掉的頭髮 扔進屍體上 都是等於一個污染現場的做法 等於將你自己放在跟屍體發現的現場一樣 所以最好最好 第一件事千萬不要自己親手 或者走到很近去接近屍體 當然你說我要看看究竟那個人有沒有反應 或者有沒有生命的 我們要走近一點看 沒錯 是的 但如果你要接觸它 最好隔著一些物件才碰它 譬如說如果你剛巧有手套 就當然最理想 沒有的話 起碼都找一個膠袋 套住了自己的手 起碼不會將自己的指紋或接觸的時候傳進去 另一件事必定要的就是 一定要打999報警 然後就等相關的執法人員過到來 再接手這個空案現場 或者這個屍體發現的現場 其次你可以做些什麼 就是禁止側近走過 或者經過這個空間的人去接近這個屍體 就是保持這個屍體發現的現場的完整性 其實屍體的發現現場 或者我們一般所說的空案現場 是非常脆弱的 你一接觸它的時候 就會有機會改變這個屍體發現現場的環境 所以最理想就是不要讓那麼多人進去 以保存整個的完整性 幫助控制人不要接近這個屍體 或者整個現場是最有效的 保存完整的一個做法 之後你會說 我想記錄一下 究竟我當時發現的屍體的狀況 今次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很簡單的原則 首先你拍的東西裡面不可以有雜訊 雜訊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背景不可以很亂雜 不可以很混亂 你背後如果譬如說有很多人經過的 你盡量將那些人不要放在你照片裡面 以呈現你最想表現的傷者 或者那個屍體的位置 還有那個空間 再來就是在拍攝這些屍體 或者真的剛好你要拍到一些很嚴重的傷者 傷勢的照片的時候 你可能都需要拍一套的照片 而一套照片大約會有兩至三張 怎樣兩至三張呢 就是首先你要拍一個我們叫做overall 就是整體 然後就拍一張叫做zoom in的 close up的 就可能是拍頭或者拍臉 如果它的鼻是真的很傷的 你就要再拍一張 只是拍個傷細的 不過拍個傷細的就要注意了 要給它一個比例尺 因為在照片的呈現 如果你沒有比例尺 有機會一個很細微的傷口 看起來都好像很大 有些很基本大家都知道 有標準size standard size的東西 你就可以運用了 比如八達通 你就會大約知道 究竟傷口在人身上有多大和有多闊 這些都是假設你在現場 真的當下可以應急的一個做法 最重要最重要 我經常都提到的就是 不要就這樣zoom in拍照 再來就是不要機影機 機影機其實看起來好像很正常 因為大家的像素都比較高 現在無論是顯示器 或者是整個鏡頭的像素都高的時候 你會覺得就算我機影機的解像度 應該沒問題 其實是錯的 當你一上到這個螢幕的時候 你又會發現多了點 突然間多了很多格仔 多了很多線 甚至有很明顯的色差 所以亦都會影響到最終 可能上庭 或者是這張相片被採納的一個決定 如果你不遵從這些那麼簡單 或者你會說這些守則 其實是不是真的那麼重要 的確是 因為你在上庭的時候 如果你這些那麼基本的守則都不遵守 無論你張相片有多重要 最後有機會被法庭不接納 變成一個無用的證供 以上的一些資料 或者這些原則 是一個叫做給大家參考 始終每一件事 或者每一個發現的案件 甚至每一個現場都是很獨特的 但這些大原則都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假設在你們的社區或者在你們身邊 很不幸你真的有一些屍體發現的時候 都可以知道究竟可以做些甚麼事 去幫助當時人或者幫助別人的家人 去找出究竟最後發生甚麼事 如果不幸在社區發現屍體